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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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有的上主》这样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耶路撒冷 寻求万有的上主 恿求上主开恩 万有的上主这样说 在那些日子 将抓住一个犹太人的一边说 我们要跟你们 因为我们听说 天主与你们同在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同我们在一起 天主同也 天主同我们在一起 心佔的基础建于圣补 上主喜爱西庸的门庭 aning got công 天主之城,請聽,人們曾提及你的光榮事蹟 天主同我們在一起 我要將埃及和巴比倫列入認識我的人中 菲里斯、提洛以及顧斯人都在那裡出生 提到西庸,他要被尊稱為母親 因為人人都在他那裡誕生 天主同我們在一起 至高者要親自使他堅定 上主要在萬民戶籍部上登記 這些人都是在那裡出生 人們結隊歌舞高唱 你是我們的生命之源 我們的家鄉 天主同我們在一起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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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服侍人 并为了救赎众人而牺牲性命 圆祖与你们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祝愿获荣归逼你 耶稣被节省天的日子快到了 他就决心去耶路撒冷 派使者先去 他们去了 进了撒玛利亚人的一个群庄 想为耶稣准备住宿 那里的人却不守留他 因为他是往耶路撒冷去的 雅各汉若望两个门徒看见了 就说 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活从天降下 把他们都烧死吗 耶稣却转过身来 祈备他们 然后他们就到别的群庄去了 上主的圣言 耶稣我们赞美 耶稣 大家平安 祝我们平安 报复心 我想 不只是我们有这些的态度 要报复 在早期 就是跟耶稣在一起的门徒们 他们也有这样的心 在今天的福音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是若万跟亚哥伯 这两个弟兄 若万是耶稣最爱的门徒 若万跟亚哥伯 他们是属于小团体 三个人小团体里面 还有我的路 耶稣做什么特别的事情的时候 也会邀请他们两位兄弟 一起去参与 但是他们心中 也有这种报复的心 在今天我们听到的 是耶稣要上耶路撒冷 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说 他被升天的日子快到了 就说他这一次上耶路撒冷 就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 他在耶路撒冷就要面临他最后的结局 受难死亡 那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之前 他就派遣有一些人 经过撒玛利亚 在撒玛利亚要准备 这些人派遣不像以前 耶稣派遣门徒们去传教 去传福音 今天耶稣派遣使者就是为了准备 准备住宿 准备先要准备一些地方 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 有地方可以住 但是撒玛利亚人拒绝 撒玛利亚人不接纳耶稣 与他的门徒们住撒玛利亚 若望跟雅各伯 他们一看到了这个 他们就向耶稣说 耶稣啊我们可以 这是一个报复 你不要接受我们 好我们要毁灭你们 我们可以把火从天上降下来 毁灭他们吗 烧死他们吗 这个让我们想起 在旧约 在旧约应该是猎王纪下 第一章 在哪里有记载 厄里亚 厄里亚 那时候是阿哈布跟厄里亚 应该是在猎王纪上 阿哈布的故事 阿哈布就跟厄里亚 就是有了一些的冲突 阿哈布死了 有另外一个是尤吉亚 一个国王 有一个人就是 来继承这个王位 他生病了 他生病了 他就派遣人去询问八神的师祭 要问他 他这样的现在的生病 他是否可以回复他的健康呢 那他就派遣这些石子 这些石子要去问八神的师祭的时候 天主就告诉厄里亚 你要去告诉这些被派遣来的 告诉他们 你去求这些八神的师祭们 好像你不相信在我们这里有天主 有唯一的天主 你就要告诉他 你不会再从你的床塔上要下下来 你一定会 现在你生病在床上 你就是死了 你就不会下床了 那这些被派遣的 他们听到这个消息 回到国王那里 跟国王讲 以后国王就问 他这个人是谁 他们描述了 这个人是 他穿的衣服是怎样的 国王说 他一定是厄里亚 把他带来 他就派遣了 五十个军人 另外一个人 就是一个 他们说五十区长 有百区长是一百个军人 前区长是一千个军人 他是五十区长 五十个军人 派遣 被派遣看到了 厄里亚在山上 他们就喊了厄里亚 你下来吧 你下来 厄里亚说 我祈求天主将火毁灭你们 这五十个人 跟五十区长也一样的 是被扫掉 国王再派遣另外一个 也是一样的 这五十个人 被火扫掉 国王再派第三批人 那这第三批人 天主就说 厄里亚你就跟他们去吧 所以在他们的 圣经里面的 也有这样的背景 洛王跟亚克伯 他们也应该很熟悉 如果他们要求天主 要将火 也应该可以抢的 可以完成的 所以他们就想起这个 他们就求耶稣 我们现在可以求天主 把火从天上降下来 毁灭 烧死 这些人拒绝你呢 但是耶稣就设置他们 不要这样做 耶稣他 还在 赞利利亚的时候 他教导了 门徒们 是怎么样的 以爱去换 别人的 对你的 这样的态度 你为迫害你的人 祈祷 你为这些 恨你的 去爱他们 为这些敌人 要爱他们 你要宽恕 其十个其次 所以这一次 他们不接受 他们 那个 撒玛利亚人 不接受耶稣 和门徒们 我们要拥有的态度 就是宽恕 所以耶稣就 自备了 这两位 门徒 我想从这里 是让我们要学习 在我们的每天 的生活 在我们的团体生活 我们也会遇到 有 这类 类似的 那个 事情 可能我们就很想 要去报复 这个报复 不至于 要求火 从天上要降下来 要扫尸 别人 但是我们可能 有一些的 想要去报复 我们要学习 要接纳 要报容 要宽恕 现在让我们 把今天的祈祷 一项 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推倒 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 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 传播 天主 天主 愿你一生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结 以你的旨意 为全身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效爱你 我们决意 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 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 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 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施力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施力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席政府官员 使他们 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 佩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 恢复其人的 安慰者 圣神 清误于我们 其一切信仰和信诺 求是我们 敬畏 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聪明 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超见 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最高的 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 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 使一切信仰 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 蓬勃发展 终于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照为蒙受福音的广化人民 获得你的真意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三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脚脱在你手中 脚脱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们的名称显扬 愿你的国来赢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抢给我们 任由的食粮 求你欢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欢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年龄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旅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在圣神中和主内 我们各而为一 在圣神中和主内 我们各而为一 我们祈求有一天 不是万民能何以 因相爱别人认住 我们是基督徒 别人能认住 我们是基督徒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